王靖的婚事定在了年底 南方模样周正 工作稳定 家庭条件也不错 李平的心里乐开了花 他养了王靖二十年 现在能有个好的归宿 他总算是熬到头了 晚饭后 趁老王出去溜弯 李平忍不住和王靖 唠叨起婚姻中的大道理 他这辈子没遇上贴心的人 活到这把年纪最大的心愿 就是两个女儿 能遇上知冷知热的人 王靖向来不喜欢李平唠叨这些 他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着李平的话 一边刷着购物网站 李平意识到自己啰嗦 默默地闭了嘴去收拾家务 路过王靖身边的时候 无意间瞥见 他下单了一款中老年大衣 李平的生日快要到了 那件大衣肯定是给他买的 王靖工作后 每年都会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去年给他买的也是件大衣 款式和那件差不多 李平原想让他退了 但转念一想 不让他买大衣 又要绞尽脑汁选别的礼物 最终李平选择默不作声 生日当天早晨 李平去买菜 路上遇到多年不见的老邻居 他神神秘密地拉过李平说 你嫂子回来了 你知道吗 嫂子 李平的脑子短路了一秒 我说的是田建芳 昨天我看到他了 这么多年没见 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苍老了许多 邻居感叹道 李平的脑袋嗡嗡作响 当年田建芳丢下女儿 卷走他哥哥的赔偿款 李平找过他许多回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 他原想这辈子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了 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竟然还有脸回来 他和你联系了吗 知道当年事件的老邻居 一双八卦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李平 没有 李平嘴唇发干 借口有事 匆匆离开了 李平随意买了几样菜 心情复杂地想着 田建芳回来的目的 思来想去 他只想到了一个 那就是回来找他的女儿 李平狠狠地唾了他一口 心想除非他从我尸体上踏过 否则田建芳休想认回王静 王静不是李平亲生的 而是李平哥哥的女儿 二十年前 李平的哥哥在工地上出现意外 去世了 李平一家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 尤其是李平的父母 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原本就苍老的身体摇摇欲追 然而就在此时 李平的嫂子田建芳却消失了 连同他一起消失的 还有李平哥哥二十万元的赔偿款 他倒是狠心把自己七岁的女儿留了下来 那时王静还不姓王叫李静 一开始李平并没有想收留李静的意思 毕竟自己的女儿才两岁多 又要上班自顾不暇 那年冬天 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雨 天刚放晴 李平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 刚走到村口的时候 看见李静穿着一双夏天的凉坨 蹲在路边玩水 身上单薄的衣服 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天 旧的看不出颜色 望着李平手里拎着的苹果 李静吸溜了一下发黄的鼻涕 两眼放光 李平心头一酸 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 哥哥在世的时候 对李平很照顾 父母反对他上学时 哥哥主动承担起了他上学的费用 加上李平也当妈的人了 心疼李静的处境 于是决定收养他 老王不同意 李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着 老王这才松了口 他说养了也不能白养 李静改姓 当成自家的姑娘养 老了让他孝敬我们 为了给李静在这个家争一席之地 李平同意了 从此李静改名为王静 因为王静这世 这些年李平总觉得自己低老王一头 怕他拿王静的身世说实 每次他和老王闹矛盾 永远都是他先退让 好在熬着熬着 王静长大成年了 可这个时候 他亲妈突然冒出来 这让李平怎么甘心 晚上王静提前下班 给李平庆生 他还鼓动老王 给李平唱生日歌 从不相信生日愿望的李平 破天荒地对着生日蜡烛许了个愿 他希望田剑芳 永远也不要回来找王静 蜡烛催灭后 王静把礼物递给李平 是一套护肤品 李平的脑袋嗡的一下 他心里难过起来 但强颜欢笑地收下了礼物 一整顿饭 李平都吃得心不在焉 那件大衣 中老年款 王静是不可能自己穿的 李平满是疑惑 应该是王静收到货后 觉得不合适 或是想起去年 已经给他买过一件了吧 然后王静贴心地去沙外 李平看到他的手机放在桌上 忍不住打开看了一下 大衣显示已收货 李平双手颤抖地 把手机放回原处 闷闷地走进了卧室 他联想这一阵他和王静说话时 他总是心不在焉 而且最近他加班的次数 似乎比以前多了很多 一开始李平认为 他可能是和对象约会去了 现在想来 他有可能是去见田建芳了 而且那件大衣 十有八九是送给他了 李平恨不得立马去和王静掰扯掰扯 这么多年 是谁辛辛苦苦把他养大 是谁为了他在婚姻里委屈求全 又是谁把他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李平真的是把真心都掏给了王静 为了不给王静心里面留下阴影 当初田建芳做的那些龌龊事 他从来没有在王静面前提过 有时候王静会问他 亲妈去哪儿呢 李平就安慰他说 等你长大了 他就回来了 没想到那安慰人的话 竟然成了真 李平花了这么多心血 把王静培养的乖巧懂事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给李平惹过什么麻烦 工作后逢年过节 都会给李平买些礼物 虽然从来没有指望王静报答他们 单一个知冷知热的贴心小棉袄 就这样轻易的被别人认走 李平心有不甘 而且就田建芳的性格 只不定会给王静带来什么麻烦 李平心如乱麻的躺了一晚上 李平决定先试探一下王静 和田建芳是不是真的联系上了 李平又去找到了上次的老邻居 问他在哪看到了田建芳 老邻居说出了地址后 李平蹲了两天 压根没看到田建芳的影子 他心想 不会是老邻居花了眼 看错了才闹出这场闹剧 李平收了心 他觉得自己很可笑 当初怀疑老王出轨 都没有这么积极的去查 现在担心王静认亲吗 把自己整得像一个老侦探一样 李平累得腰酸背痛 他心想明天不去蹲了 可他刚把心放在肚子里就出事了 那天王静回来 比往常早一些 李平要去做饭 他突然支支吾吾的拉李平坐下 嗯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李平没有接话 但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嗯 那个我妈回来了 我能不能让她参加我的婚礼 那当然家长席还是你来做 他随便找个地方做就行 李平听他喊田建方妈妈 喊得这么顺流 还让他参加他的婚礼 李平心里挺难受的 嗓子眼发毒 但嘴上说 行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进了厨房 油烟机轰轰作响 李平忍不住乌烟起来 那顿饭吃得很沉默 老王觉察出不对劲 问发生了什么事 李平小声的把事说给了老王听 老王就炸了 什么意思 他早不来认 晚不来认 现在要结婚了 他来认了 是想直接来想清福吧 王静怎么想 那个女人不要脸 王静可不能忘恩负义 李平赶紧阻止老王继续说下去 难过了一晚上 李平想通了 毕竟过去了二十年 当年那些人都不在了 再怎么田建芳也是王静的亲妈 只要田建芳不左摇 如果王静愿意认 他李平决定不阻止了 但无论如何 李平不可能原谅田建芳 当年他把李平的家人伤了 让李平没想到的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田建芳还是那么不要脸 田建芳来找李平了 他说 作为王静的亲妈 回头彩礼前必须他来收 他应该是和王静提过这事 王静没同意 所以他又来找李平 李平气得直跺脚 指着田建芳的鼻子骂 见过见钱眼开的 没见过你这么见钱眼开的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不要打彩礼前的主意 田建芳也不恼 他说 未来女婿我都见过了 特别的通情达理 回头我要个三十万二十万 也不枉我辛苦生了个女儿 李平气得咬牙切齿 脑袋里搜罗了各种难听的话 但是最终没有骂出来 只凝结成了一个滚子 田建芳紧了紧王静给他买的大衣 说行那咱们走着瞧 到时候看看谁在王静的心里 分量更重 李平恨不得上去抽他俩耳光 但怕事情闹大 王静难堪就忍住了脾气 周末李平和老王去看望朋友 不巧的是老邻居正好去他家随礼 李平就打电话给王静 让他接待一下 李平和老王回去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王静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眼圈红红的 李平的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首先想到的是 是不是田建芳欺负王静了 你张仪走了 李平不好直接问田建芳的事 就把话题引到了邻居身上 刚走不久 王静吸了一下鼻子 李平的心里咯噔一下 邻居两个小时前打的电话 待了这么久 以他八卦的性格 肯定和王静说了什么 当年我妈的事 你是不是没跟我说实话 王静问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是那样的人 李平抽出纸巾 心疼地为王静擦去眼泪 老王借口去阳台浇花 给李平和王静腾出说话的空间 张仪和我说了许多年以前的事 其实有些事我是有点印象的 但时间长了 渐渐忘了 后来我每次问你关于她的事 你都只是说她的好话 所以我天真的以为 她这次回来 只是想认回我这个亲人 李平为王静抽了张纸巾 相处这段时间 我才知道她今天让我买这个 明天让我买那个 还让我给她交房租 她竟然还想着我的彩礼钱 一开始 我以为她是被生活逼到了难处 才这么做的 现在我算明白了 自始至终 她就是这样的人 她心里没有我 她的眼里只有钱 李平伸出手 拍了拍王静的背 王静顺势趴在她的怀里 大哭起来 李平原以为隐瞒田建方的恶劣形象 就不会在王静的心里留下阴影 现在看来 她那样做 只是留给了田建方一个伤害王静的口子 这段时间害怕王静受伤 李平一直犹豫着 是不是要把当年的事告诉她 没想到义愤田英的邻居先说了 李平猜到邻居那嘴描述这些事 肯定添油加粗了 但田建方那些事即使不添油加粗 也让人难以接受 作为女儿 王静肯定一时接受不了 李平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只能抱着她 让她尽情地哭 冷静下来后 王静说 田建方伤害过我们一次 以后再也不给她这个机会了 她决定切断和田建方所有的联系 她知道只有这样 不然田建方的自私冷漠的性格 迟早将她以及李平辛苦 给她建的家拉入痛苦的深渊 接下来的日子 会有一场激烈的战争要打 但好在他们统一了战线 李平会使王静的坚强后盾 她会护着她 不让王静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她把王静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的命运已经紧紧地在一起了 他们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亲生母女了 朋友们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有什么要说的 请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